好美食在街头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上街了 是上街 不是上街 对 我们今天在上街 不是上街了 是吧 但是说到上街美食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有一样 血滑烙 是吧 很多女生男生都会专程跑上街来吃这个血滑烙 但是得到一些上街人民的这个线报 在他们上街 还有一家开了将近30年的小吃店 是一定要来上街尝一尝的 如果周末您想到附近走走 刚好又来了上街 那今天这家老店您一定要认真看了 是很长时间了吧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 都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在这吃 一下吃到现在 哦 这多少年怎么一直吃过来的 对呀 都好有 有十几年了 有 有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哪怕就是三四十年 咱也只说十几年 现在做到什么 是吧 是的 是的 刚才回家回家就是我爸给我打联花 说来妞 你再吃凉面 给我带一份 我说好 刚刚他送到家去 送回去了 是的 以前吧 是带着妞来吃 是吧 现在妞来吃了 可以直接给他送过去了 以前是 我小时候是跟着爸爸一起吃的 现在爸爸跟着你吃 是的 哎呀 他这个属于那个什么 他也是带点甜味的那种吗 两条的 有点 有点口味 有点口味 他是麦香的那种甜 淡淡的麦香味 麦香味 对呀 他不是面食吗 对对对 洋面属于面食 然后他又 后味有淡淡的麦香味 就是麦香的味道 对对 那便利亮面的里边有点滑晃 是不是这样 他这样里有东西 你看这样的东西 不滑晃 都是纯熟红也不滑 人家这么说 真的是哦 是吧 亲眼见过他们的制作过程 是自己选面 然后用手工揉面 用手工揉面 对 和面和面 然后就是手工拉 捞客了 这几十年 这都几十年了 我刚刚听人家说 这算是在上街 算是很幽命的一个 一个小吃店了 对 就他这个一拌 那个辣椒油那个香 直接就过来了 对 然后辣椒油 芝麻酱 他这个 不知道为啥 我突然感觉 他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啥 有点像调凉皮的感觉 后边不是调凉皮的感觉 不是 后边是紧道的感觉 面是很筋道的 凉面 其实这个名字很常见 但是上街的老街坊告诉我们 这家的凉面 是自己家做的 属于手工拉面的制作工艺 而且口味 和四川甜辣风的凉面 完全不一样 从行阳过来的 从行阳跑过来啊 行阳跑过来啊 就是香中这个味儿了 是吧 对 你看他这个味儿 跟他平常吃凉面的 讲必的话 有啥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不一样 不又一样好吃吧 不又 嗯 辣椒油香 有啥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哦 这是一口都能吃出来了 嗯 对对对 是吧 对 嗯 不是 说句实话吗 我也觉得他应该是自己 自己缠出来了 对 除了上街的市民 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地吃货 为的就是吃上一碗 筋道的手工凉面 除了凉条的口味 他们家还有热乎的炒凉面 它这个炒的吃起来什么感觉 炒的这个 它这个凉面啊 尤其是里边的辣椒 后味是很香的 如果你比较喜欢吃辣的 它可以放另外一种 那种辣椒 它是辣香的 如果你平常吃不多辣椒的话 你吃着一点辣椒 它后味是香的 就是不辣 对 是不辣香的 它这两种 它的调料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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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凉拌的它有芝麻酱 对 它有浓浓的芝麻酱味 它用它热炒就不会再放芝麻酱了 是啊 你更喜欢吃哪个 还是凉条的 说是凉面 倒不如说是凉拌的手工拉面 粗细不等的面条 口感筋道 有麦子的香味 搭配香而不辣的辣椒油 成为了大家喜欢这里的原因 说到这里 小编就很好奇 这种拉面调凉面的做法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兰粥的一种 那个拉面那种 兰粥 拉面它的一种吃法 我们这一种就是说的手工做的你知道吗 然后它手工做的 它下锅里面煮出来 然后直接上手拌油 它不沾你知道吗 不过水 它容易它能放 所以就是直接就是拿那个 直接捞出来之后 直接就拌油了 对 直接拌油了 所以咱家这个算是兰粥的凉面 它是兰粥的传统那个做法 但是在我们这又改成那个店吃法 就一样 反正的口味 反正就是兰粥那个打底子 对对吧 然后按照咱河南的口味 又做了一些改进改的 对对对对 老板可真是一个吃货呀 分别选了不同身份 好吃的精髓 西北的拉面 筋道有弹性 陕西的油辣子 除香味颜色 但入口不油腻 再搭配咱们河南人喜欢吃的芝麻酱 形成了自己原创的手艺 试试看啊 哦呦 嗯 香 我已经忍住在旁边吃了 它拌的很香 对 它那个辣椒那个香味 真的是很足的 然后再混点那个芝麻酱那个香 嗯 嗯 它这个面啊 一开始我真的会以为它是那种 特别硬的那种 但是你一口吃下去才知道 它确实是比较软的感觉 而且呢 它那个 它这个你真正吃下去 你才发现 它其实是那种软的感觉 软筋形的 嗯 好厌 哎 咋了 想要蒜 不不不不不 这里边蒜味已经已经挺足的了 我跟你讲 它这个味啊 真的是 你觉得香吗 它确实是很香 但是呢 当你真正在吃的时候 它那个味道会变得很柔和 哎呀 我觉得是它那个芝麻酱跟辣椒 还有料水比例的问题 对 它各种味道全都有 那个味道上你会感觉层次很丰富的 但是呢 你真正在吃的时候 你就不管这些了 你就只想一口接一口的吃 我刚才那个感觉是什么 汤汁我要喝了 真的就跟他平常吃到的那个 什么四川怪味的那些是 完完全现不一样的 别看放了很多芝麻酱和辣椒 但是有酸水料汁的融合 这碗凉条拉面的凉面 口感就清爽了许多 如果你对芝麻酱不是很爱 那就可以尝尝炒凉面 这个炒的这个凉面啊 它刚才老板讲的差别在哪儿 就差一芝麻酱 对吧 就是没有芝麻酱了 它这个炒凉面你吃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面它会变得更软 就更软和一些 那种口感上会更舒服一些 哇 其实 自然味儿没 没有 真没有自然味儿 它应该就是它 但是看着很像放了自然 就很像那个 就是那种西北的那种炒辣条的感觉那种 是吧 一份三十年的老味道 没有惊艳的卖相 但是凭借自己独特的风味和做法 吸引了不少吃货 如果假期您来到上街 这家店一定要尝一尝